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绘画部分 到老师家拜访 他是如何应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种表达形式 首先来看一下 他们又省略了萧门这个过程 说 后腾老师好久不见 老师跟自己的学生在随便唱和说话 一定是用简体就足够了 说 欢迎你来 你来得正好 好 せっかくのお休みの日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せっかく是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难得的一个休息日 答应您非常抱歉 那么在这里我用黄色给大家标示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都是套话 包括你在休息日的时候给别人打电话 因为不要轻易的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给别人打电话 如果要是真是说万不得已的时候 一定要先加这句话 好不容易的休息日非常抱歉 まあまあ そんな挨拶は後にして とにかく上がって 这些寒暄怎么样 之后再说 总之怎么样 你先进来 那么在日常中呢 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ではお邪魔します 一定是说打扰了这句话 即使主人不在场也要说 包括进鬼屋的时候 基本上日本人也会说 失礼します お邪魔します 好 これ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か 这个小王还是 尊学来用了一个非常正式的 这个表达形式 可能这老师的年岁稍微大一些 如果年轻老师 甚至说自己的关系比较亲密的老师 完全就可以用其他的表达形式 用这个会显得稍微远一些 あれ そんなに気をつかなくてよかったのに 说你明明不必这么费心 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套话 いえ 本当に気持ちだけですから 这仅仅是我的 这个一点心意而已 这句话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有 先生がお好きな福建所の 乌龙茶です 就是老师是您喜欢的 这个福建省的乌龙茶 福建的乌龙茶在日本 还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包括这个三德利的乌龙茶 底上也会有说 这个福建省有自行推奖字品 等等 大家可以到这个日本去看一下 好 这就说吧 それは嬉しいな せっかくだから 遠慮なくいただくよ 这句话 虽然老师是用简体说的 我们说这也是套话 大家看 我给它用颜色标示出来了 说那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说你难得你给我带过来 我就不客气 我就收下了 好 ところで 我们在第五课 重点总结过 因为它是在初期就学过 但只是转移话题 可以翻译成话 说也可以什么都不翻译 どうだい 怎么样 怎么样 有人说怎么突然冒入 这其实倒装的 広告代理店の仕事は 应该是 広告代理店の仕事はどうだい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把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提前了 怎么样呢 广告代理的 这个店里的 就是广告的这个 代理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次的日本采访 虽然是肩上挺短的 但是我也感觉 学到了很多知识 それは良かった そうそう 大学の時の友達からは 今でも連絡があるかい 这かい 还是一个 表示疑問的表現 一般都用于中党 男性的语言当中 太好了 对了 你跟这个大学时代的朋友 现在还有联系吗 今でも 至今 依旧 我们在第三个重点 强调过 かい表示疑问 这也是老师表演的 问的一句话 金子君や高橋さんとは 明日の夜一緒に 食事する約束をしています 说我跟这个金子君 金子在这里是个姓氏 还有高橋 高橋明天晚上 约好一起吃饭 何々約束をしています 约好一起做某事 金子君は横代理店に 高橋さんは 化粧品の会社に 勤めている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接着前一句后面 是听说 你勤めている 是我们今天 薪水道表 阿星是在哪 哪个单位工作 前面省略了一个 但是你必须 表留这个助詞 我们说如果用 働いている的话 前面助詞 必须得用什么 对 那么就是金子 是在旅行代理公司 而高橋是在 化妆品公司工作 跟老师回报一下 那么基本上 到了分别的时候 小王就会选择了 这样的一个语言 先生 そろそろ失礼します 说老师 那我这就要告辞了 そうかい まだ大丈夫だろう 还好吧 那么小王的一个 句句的原因 もう夜も遅いですから 因为怎么样 已经很晚了 そうか じゃあ無理も言えないな 金子君たちによろしく 無理を言う 是什么 我们今天说的 不提出物理的要求 那我就不再挽留你了 我说过他的 使用范围要比中文要广 那我就怎么样 不应留你了 你带我跟金子他们问好 因为跟自己的学生说话 所以不需要说 お伝えください 这种非常礼貌的形式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打扰这也是套话 那么大家看 整个的这个基本就浮有 属于我们刚才 所给大家讲的这个思路 那么套话 大家要重点 再回去好好记一下 相信大家去拜访 日本人的机会 还是很多的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很快就把 十四颗的绘画 部分给大家介绍完了